藝人南基英被發現倒閉於赤柱馬亨村梁馬流寓所 享年55歲 今天即11月3日凌晨 54歲姓雷的女子到上址五留一個單位探望她 發現單位內傳出異味及電視機播放的聲音 但沒有人應援,隨即報警求助 警員接報到場,發現南基英倒餓地上 經驗證後證實死亡 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有靚絕五台山之稱的南基英 1983年加入無線藝份班 先在K100、430穿梭機等中藝節目擔任主持 之後參演多部劇集 曾經因為嫌合約期太長及遲到等問題 被無線兩次雪藏 1987年她決定離巢 一年後,重返無線 在重頭劇《二不容情》中飾演梅芬芳一角 令她擺脫花瓶形象,確立演技派的地位 1992年,南基英演出神劇《大時代》 演技受觀眾追捧,風頭一時無兩 電影方面,在周星馳電影《西遊記》 飾演《蜘蛛精一角》 亦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當時前途一片光明 但在1998年,她駕車在淺水灣失事翻側 除了手部受傷之外,腦頸亦受震盪 宋苑接受治療之後,曾經有傳她一度被改送精神病院 及後更不時傳出她精神狀態不穩定的消息 之後便開始淡出娛樂圈 在2002年,她曾經短暫復出 但沒多久,情緒再次出現不穩 有指,她遇上投資失利,生活陷入困局 在2005年,更幻想子宮樓 因為無錢醫治,宣佈破產 晚年遼到於赤柱公屋居住,靠中緩生活 擁有經驗顏折的南基英 進入娛樂圈不能一帆風順 她的感情生活亦極多波折 其中一位更加突然自殺身亡 令她大受打擊 而在1998年,重返無線之後 她與不少男星及名人傳出飛聞 不過大部分都是花篇新聞 鍾寶羅就是其中之一個 但南基英怨言否認 在精神狀態出現問題之前 她曾經與一個來工作的加拿大直男士拍拖 商戀近一年,便達到談婚論戒的地步 有此,男友突然拋低她,返回加拿大 之後更斷絕來往,完全失去蹤影 當時她大受打擊,更加傳出 因為愛得太深,曾想過自殺 但在朋友的勸道之後,打消念頭 而在2013年,她在一段短片中 自爆曾經先後被兩位影壇大哥強姦 成為她一生的遺憾 事件隨即引起轟動 紛紛傳輯,兩位影壇大哥究竟是誰 由於當時的短片沒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 事件之後一度沉寂 另外,當年劉嘉玲、曾華善、南基英關係友好 更被黃尖鋒為狗龍女 現在好友離世,嘉玲亦搖頭探飾,表示非常難過 請忘了請錄製,請 curios點 不聊天阿咪 請忘了請 announcement 謝謝小姐的店 當時他還看得那麼大 小姐的那個 时申 кас 我會選擇 小姐的 請問 問問到 образ 踩 任